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中天电视台的外面的一个露天的一个广场 我们搭起了棚子音乐实验室下着雨 交通接风时刻 我们要非常谢谢第一个 今天的所有的警察同仁们来帮我们维持秩序 谢谢大家这样一整天非常非常的辛苦 另外呢我要特别是谢谢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 谢谢大家来跟镜头挥挥手 好 有没有从外县市来的 台北新北以外 你从哪里来 高雄 高雄来的 多给他你镜头来挥挥挥手 妈 我上电视了 来自高雄 真的太感谢了 但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场景 给大家看一看 不一样的中天 不一样的主播 事实上没有错 为了我们走路 网路就是这样的接地气 当然在这个YT上面 我们也看到 第一个谢谢好多网友们的 非常感谢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 说不伤不卑不离不弃 王慧玲说加一加一 另外好多朋友加一 陈玄胜告诉我加油 谢谢 我收到了 周渝华说已经分享 中天加油 吴淑敏说中天加油 还有陈feel没有中天 他说不行 还有支持中天 另外呢 以后我们会在网路上继续支持 谢谢这个网友 他叫猜拳 好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边聊天 来一起边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新闻 新闻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有个很大的新闻 是什么 新竹的竹北分局 太离谱了 发生了劫球事件 那么这名通信犯 他说呢 他心脏痛 所以呢 要这个借题出来 保外就医 但是呢 这可能会是一个圈套 因为他的朋友 他的女朋友 已经等在急诊室 那么为什么在人 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能够把他劫走呢 因为警察落单了 当然警察说 我们也很辛苦啊 为什么会落单呢 后来到底也没有抓到他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光着脚丫头发出游 狼狈坐在人行道上 他就是逃跑的 急性通气犯 被警方上号逮捕 而躺在旁边的 就是当时袭警 帮助逃逸的彭姓男子 脸直接贴在地板 另外还有一名共犯女子 大腿中枪送往医院 回顾当时截球状况 通气犯自称心脏痛 借户送医 接着在急诊室外 靠近红色轿车 巧遇朋友假借聊天 手还攀上车门 接着三方眼神示意 下一秒通气犯跳上车 七庄男则是环抱压制远警 双方扯法扭打 最后远警挣脱 徒步追车 七庄男则是趁机 反方向逃逸 9号下午在医院截球后 一群人行经三峡上国道 接着绕到桃园大溪 汽车又换车相当狡猾 之后一路向北 开到基隆七堵再次要换车 结果遭警方锁定狼狈落网 夹接就医 为何朋友会出现疑点重重 到底是谁把消息走漏 还要厘清 目前还有一名在逃理性女嫌犯 警方也全力气不中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 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夸张 国王电话日众目睽睽 竟然可以把一个通气犯给携走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问警察怎么回事 虽然我们旁边很多警察 我真的很想要他们来上节目 接受访问 但是没办法 他们有公务在身 而且他们也不是办这个案子的 所以我们谢谢这些警察之外 接下来要检讨警察的问题 包括为什么这个通气犯 出去保外就医的时候 他可以带着手机 有了手机 他可以跟他的同伙进行联系 好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 为什么远警会落单呢 你落单当然就给大家可证之机 还有个更奇怪的疑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嫌犯呢 他没有戴上手铐 导致呢 他在挣扎的过程非常地顺利 为什么没有戴上手铐呢 警方说是医生的建议 因为要打针嘛 但问题是打完针之后 手铐怎么没有靠回去呢 其中有一名嫌犯落网的时候 态度非常嚣张 他说这一切当然就是警察的问题 叫女朋友来帮你协助逃脱的吗 是有证明的一想 这一半已经取得问题的 狼狈被捕还大呛都是警方的错 通缉犯急死汗 称是远警让他打电话 态度嚣张死不认错 为什么要协助拖他 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他就是协警帮助通缉犯逃逸的 彭姓男子 劫囚案会一度得逞 却是因为警方解诵漏洞百出 嫌犯在急诊室外 右手高高挥起打招呼 还一手攀在车门准备上车 明显没有戴上手铐 远警毫无戒心让嫌犯脱逃 只是为何没上手铐 警方表示是医生建议 刚打完点滴必须帮助血液流通 成了嫌犯脱逃的第一大疏失 再仔细看通缉犯急死汗 左手拿着一个方形物品 竟是一台智慧型手机 疑似在看手机打暗号 三方使了眼色开始压制远警 不免让外界质疑 从装病到有人探病 三辆车接应脱逃 整件事全靠这台手机轻松策划 通缉犯逃脱案的最大疏失 其一就是当时他们前来医院的时候 从八救护车开始都只有一名远警 贴身借护该负责一起的另一人 则是来开巡逻车 这导致借护远警落单 让通缉犯有机可乘 看看整个截囚时间 九号中午通气犯自称心脏痛 借护送医 下午两点多就医结束 来到急诊室门口准备回去 没想到就上演截囚计划 十号中午一点多在七堵落网 22小时逮捕归案 没有照SOP来进行出了大包 也让外界质疑到底是远警个人问题 还是整个警局教育根本没有上紧螺丝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 好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新闻很热闹 那么在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时段当中呢 几乎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以上的主播 我们平常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好的同事 你说虾米 有人探班了 虾米啦 实好 实好 童姐 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留言 他说为什么全天剪志豪都在 是嫌你太多吗 不是 是因为我现在是心情态的网红啊 网红 北看不腻 我们都叫他小豪啦 今天小豪人气超高的 所以我是来蹭一下他的热度 我来蹭你的 今天我特别要请小豪讲什么呢 因为小豪对网路比较有研究 在网路上你看我们从早上六点钟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要一直不间断的四十二小时 我真的发现 那个点月超高 我跟你讲 个台最高 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确是翻倍成长 对 因为我有一些数据在这边 对 你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要有评有据嘛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的那个视况有点忙 所以来不及做 我自己就先把它打出来了 像以往啊 我们的你知道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嘛 所以可能就是在线的数量没这么多 但是至少我们在前几周开始 就呼吁大家 转YT来支持我们之后呢 真的是有明显的成长 你看十一点的时候 刚好是我的时段 最高人次有一万多人 哇 十一点就飙到一万多 对 所以总累计已经达到八万多了 到了雅婷呢 目前是整个上午最厉害的 她突破了十几万 美女嘛 对 突破了十几万 所以呢 这不管是从十一点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看你现在的人数也超过了 是这个十几万人 对 很多很多 所以你这会不会觉得很感动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充 可以充到这样啊 你要成为一个网红 你要成为比方百万网红 或什么之类好了 你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成长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真的不是我们的功劳 我觉得真的是观众 像你看到今天 冒雨前来 已经到这么晚了又冷 而且我刚刚听到说 有人从高雄特别过来 对不对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阿嬷 九十岁了你知道吗 真的哦 她今天来好早就来 她可能 五点六点就来 戴力刚碰到 待会戴力刚来的时候 我问她一下 你太感动了吧 超感动 那边朋友还有从这个高雄来的呢 除了现场的感动之外 网路上也很感动 有一些留言 好 首先呢 顺帆你在旁边 对不对 先跟大家讲一下 来 中天女主播们 头发都好亮 是说我吗 头发都很亮 我好像有自己写的 当然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在这几个 你看哦 她说 少了52台之后 第四台就危险了 可能就是很多人 因为在网络上面很多人说 少了中天之后我要退订 是很方便啦 我拿这个我坐公车 我去买菜 我去吃麵 都也可以看 然后还有人说呢 为了看中天网路 换了新电视 因为现在的新电视里面 直接内建YouTube有没有 我换了50寸之后呢 我可以好好的看 对 这些留言 其实在这些板子上面呢 我觉得都让人特别感动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 观众对我们的期许还是嘛 我们要无畏恶势力嘛 就是说转网路之后 更有胆 对 而且你看 今天是什么 世界人权日 有人想说 你看今天政府 已经敲散中了 因为就是这样 我讲到世界人权日 我是有点想哭啦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真的是 这是我们台湾吗 我觉得有点不太像了 跟我印象中的台湾 好像有点落差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网友的留言 你看看 黄威腾 中天加油 柯P 中天加油 柯P说中天加油 柯P说的 秀芳志豪加油 加油加油 对不对 文卫倩 秀芳加油 谢谢 我收到了 好多 孟少艺中天加油 萧萧加油 太多的加油 对 我觉得真的好感动 我们现在已经一万四了 你看好多 很多 朋友们 还有他的这个斗内 对 说话斗内 我们今天的成绩 也算是不错 超乎我的想象 买便当的前友了 可能可以 可以吃好几个月 可以吃好几个月 真的吗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斗内 这样子 对 好 今天这个 志豪从早到晚累不累 身体上说实在话 是真的蛮累的 而且我们就是这四十二个小时开始不间断嘛 所以我们每一节都要自己去当制作人 自己去想内容 舞制造 所以累归累 但是 坚守岗位 所以精神是很充实的 而且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 我觉得以前好像播新闻 当然我们还是有个框架在啦 传统的这个中规中矩的主播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不知道 好像每个人的个性都要被压抑 好像就大名大方可以释放出来了 做自己很好 而且我不得不 对 我这边偷偷帮我朋友就是偷渡一下 他昨天就看了你戴帽子播的时候 真的吗 对 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 他说哇 薛芳姐戴帽子播也太厉害了 你觉得OK吗 他说第一个很漂亮 第二个他说说 为什么还可以把整个新闻 穿得这么的顺 我昨天真的因为头发实在太乱了 我没有时间整理 真的跟他笑 那你有洗头吗 我三天没洗头 三天没洗头 哎呦 离我远一点 太忙了 对 旁边还有 还有美 薛芳姐 来来来来 要抱一下 要抱一下 那不如就你们两个先聊 我先撤退 你还不能撤退啊 对 你就睡在这儿好了 薛芳姐坐 薛芳姐坐 我坐这里 我们待会见 待会见 待会见 薛芳姐 玉琳啊 我们在52频道 就剩下30个小时了 对啊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对啊 你先讲一下 你心里面的 SIM Lai Wei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你知道 2012年10月的某一天 我就是站在这里 在这里昂新闻 对 那天我们中天一楼 就在那个后面啊 冒烟 然后湿火 你记得吗 我跟大家讲一下 那是八年前 我们中间新闻 休息起来了 越烧越旺 是很旺 没有错 那天我跟郁琴是在接力 因为我播的是1819嘛 郁琴就是20嘛 我在楼上播新闻 郁琴在下面 紧急在下面 对 我们全部把它弄好了 对 下面就当个临时摄影棚 哇塞 太神奇了 连我在中间这么久 我都觉得我们中间实在是太伟大 但是观众朋友们 可能八年前的印象 他不太记得 我们先透过来的影片呢 来唤起大家的记忆 好 我没死 我没死 快点 我帮你拿了 我还可以 三 二 我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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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街头 没有 当年那些所谓的自由团体 所谓的人权团体 今天呢 在我们团队的摄影棚 突然发生了一时之外 一样一个都跑光了 一样一个都进声不语 这些人不是已经投奔民进党 不是正在投奔民进党的路上 这些人不是已经当一时五年了 就 那一楼做火灾人线 我一个SMP车 全部撤 全部撤 好 撤撤撤 撤撤 等着要撤 快点 喂 喂 喂 我说不清楚了 我说没有烟 我说有烟味 谁要帮我拿车路带 我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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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帮你拿啦 好黑喔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 SNG哪边 SNG 车路带给我给SNG 快点来 车路带 一身运行奖 然后盔连运行场 一二的 一二的 各位在接近六点半的时候 今天呢 在我们的一楼的摄影棚 突然发生了一期以外 来跟着中间新闻的镜头 带您来了解 我们的一楼摄影棚 发生美景的最新现场 有cia 其实 不知道你多少次都是吗 我那一天 看到是我们的老公事 然后在FB呢 他因为有这一支影片 然后 然後PO上去 我真的看了喔 我在gym在做運動 就在那個休息室看到那一段 我當場飆累你知道嗎 大家真的很難想像 事實上那天分成part 1跟part 2 大家看到我覺得非常非常佩服玉琴 在那樣子一個慌亂的情況之下 有條不問 只要看到玉琴就覺得 中間行為好像沒什麼事啊 中間行為這樣火災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啊 因為玉琴完全非常優雅端著 而且有條不問他完全沒有讀稿記喔 他每一個字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非常的順暢 但是真的所有幕後工作人員更了不起 真的很棒 因為那天就是一台SNG車有沒有 變成副控 燈光也把你打得很漂亮 你沒有變得比較醜 聲音也很清楚對不對 攝影師拍的角度也很好 所以完完全全有條不問 大家覺得中間行為怎麼會這麼厲害 我自己都這樣覺得 好 剛剛玉琴是part 2 我再講一下我的part 1 事實上是因為我要交接給玉琴嘛 當時我在攝影棚內說實話 他們因為擔心會影響到主播情緒 所以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失火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怎麼有烤肉的味道 為什麼會有煙的味道 有煙燻烤肉的香氣 會問導播 我說為什麼會有煙的味道 導播就亂以他語就講過去了 所以我從頭到尾不知道 所以我聽到的最後一個指令是說 社邦姐撤 我說撤什麼撤 新聞還沒有播啊 他說撤 為什麼要撤 我們就會追根究底嗎 他說因為有火警 我說有火警 哪有火警 他說趕快撤 不要講了 趕快撤 所以我們就看到剛剛那個畫面 整個兵荒馬亂的畫面 讓他們知道嗎 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整個樓梯今天是黑的嘛 我們就一堆人這樣摸黑這樣子 大家彼此提醒 小心小心這樣走下六樓之後呢 我走到一樓的時候 所有的同仁列隊幫我們鼓掌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最後堅持到底 因為我們必須要等到 疫情這邊全部催好之後 我們才能夠撤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到最後一秒 但我覺得啦 這個鼓掌對我的同事來說是OK 對我不OK啦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火警 但是我們其實在下面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怎樣 就是你必須要臨危不亂 然後還是必須要完成那個工作 你怎麼做到 我真的很佩服你 在八點昂新聞之前 因為我的那一節是八點開始嘛 然後其實那時候六點多就下來了 然後呢就一直在做連線啊等等 對那時候其實那個煙啊 它是沒有停的 修芳姐 所以你在昂的時候 你還一直吸到那個煙味對不對 我一直吸 然後你知道嗎 其實有點心酸 因為等到我八點一直昂 昂完幾點 九點了 然後呢 我全程沒戴口罩 大家都已經把口罩戴起來了 然後唯獨我沒有 所以大概兩三天都不太舒服 所以大家看到什麼 這其實就是敬業精神啊 所以在玉琳的身上我們看到 大家都可以戴口罩 但主播不能戴口罩 但是我常跟主播講 因為主播有時候年輕人會講說 我覺得壓力好大 有時候網友很多意見很多啊 或是觀眾很多意見 我說你想想看 整個中天新聞的榮耀 常常有時候會在我們身上嗎 當然啊 但事實上我們背後有多麼堅強 多麼幫我們團隊是看不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接受到最大的責難 我覺得其實是公平的 對什麼事情都是公平的 而且事實上我剛剛其實還看到 有些網友還不斷地在給我們鼓勵 秀芳 玉琳 帥哥 美女們加油 今天陪你們熬夜喔 一起走到底喔 好感動喔 然後呢 還說我們都很棒 周玉琳辛苦了 謝謝你喔 這個姚明碎 謝謝你 謝謝你 周玉琳100分 盧秀芳100分 中天新聞100分 謝謝鄭芷瑜 我也看到你為我們好多主播都在加油 謝謝你 但也有人講啊 他說中天新聞以後 電視看不到了 他好想哭喔 對 不要哭啦 就在YT看我們 現在收看的已經線上有14000了耶 對 其實我跟玉琳同事那麼久呢 我們也很少坐在一塊播新聞 好像連聊天的時間都很少 因為大家平常實在是各忙各的 對啊 在今天我覺得有個新聞超好笑的 什麼 挖鼻孔成為新聞 以後在YT上直播 就那部長 我們最近都在彼此提醒 因為YT直播有時候沒有廣告嘛 那大家不知道 有時候進畫面的時候 大家私底下去補妝啊 挖鼻孔 都會出來耶 你看看人家陳時中挖鼻孔 今天就出來 啊 太好笑了 你會想看陳時中挖鼻孔嗎 趕快看一下 趕快看一下 還是來看一下吧 等一下8點喔 謝謝大家 好 那麼再 又有人來探伴 又有人來探伴 再寫下面啦 哎呦 看人會怕呀 好害怕喔 柏哥出現了 來 柏哥今天最大的位置留給你 中間喔 最大最大的位置留給你喔 謝謝 好 這樣子喔 今天我跟玉琴 大家會比較認得嘛 那柏公 柏哥 大家快要變柏公了 柏哥呢 大家比較不認得 但是呢 柏哥在我們中天新聞部呢 是人見人怕 噔噔噔噔噔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個特寫 全台灣最機車的編審要上課啦 真的 柏哥你平常 那個框裡面常常都有柏哥的那個 是不是 柏哥你平常在新聞部 有沒有常常覺得耳朵癢癢的 因為大家都在講 耶 你看柏哥又這樣又那樣 大家應該看到我背後很多箭吧 對 穿防彈背心也沒用 都在背後 今天 玉琴 我們今天可以報仇嘛 還有道具 是啊 我們今天可以幫大家報仇 天啊 好 中天新聞的所有同仁們 今天是報仇的時間到了 請敲一下敲一下敲一下 對 好開心 謝謝兩位 守下留情 好 為什麼要講柏哥呢 我們都說什麼山色星out 但請問一下 大家在其他台的新聞 有沒有看到山色星的新聞 還是很多嘛 但中天新聞說實話 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還真的是最乾淨的新聞 因為我們有 有一個最機車的柏哥 沒錯 怎麼樣的機車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事情別太可以 我們通通都不可以 比方說這個啦 很多人有意見 登登登登 請教一下 為什麼人家說精彩部位 馬賽克全部都給他碼掉了 有沒有 然後我們記者就會跑去跟柏哥吵 柏哥 人家都可以晃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能晃 因為電視新聞是普及 為什麼人家可以 人家可以 人家新聞就會好一點 因為NCC有雙標 NCC有雙標 所以人家才可以晃 我們中天不能晃 而且中天通常馬的 真的是會看不見啊 人家都是柏馬 對不對 對啊 通常編審先看過以後 就決定馬賽克了 對啊 那我問你 那同事就會覺得 柏哥 你都這樣 然後你會怎樣 你都小語大意 你完全不放水耶 因為 被要求要嚴格執行 好 你看這個嘛 對不對 好 柏哥你給大家解釋一下 在什麼樣的情況要馬賽克 通常我們面對兒童的新聞 它只要是正面的 正面的 對 正面的新聞 健康的新聞 通通不用馬賽克 可是負面新聞 對兒少法關注的 就要馬賽克 對 受虐兒童要保護他 對的 身份不能曝光 未成年人 的確 要抽色 要馬賽克還要變英 個資還不能漏 這是NCC給我們的規範 對 是 但大家也沒想到很奇怪 報紙好像可以啊 雜誌可以啊 很多台都可以 但是中天新聞好像就是不可以 我們收到好多罰單嘛 然後最後 我們要被關台的理由 說是我們內控失靈 是你失靈 抄一下 你失靈 你失靈 我無辜啊 我真的沒有失靈 你沒有失靈 我可以證明你沒有失靈 你超級車的 失靈的不是柏哥了 對 所以你看喔 很多用詞也不能用嘛 這些有沒有 你要不要給大家唸一下 唸一下 三字經的部分 真的不可以講 都不可以講 對 真的不能講 然後一些粗俗的話 也不可以說 對 其實玉琳 我們都有小孩嘛 你算不贊成 當然 但是 但是 雙方姐 我想到一個點 因為我們在 常常在做節目 還有我們播報的時候 不是都會想 官員講什麼話 對 講X話 然後我們很想講中間那個字 大家一定知道我想講的那個字 因為好像講起來比較接地氣的感覺 但是又不敢講 所以呢 就只好 對不對 柏哥 那個字又不太好講 大家心中就浮出柏哥那個很恐怖的臉 柏哥你平常沒有這樣笑嘻嘻好不好 我真的沒有 好不好 你恢復一下原狀可以嗎 你今天看起來很和安可親 你平常不是這樣 兩位美麗的主播 應該不可以講那個粗俗的話 是不是 是優雅啦 對不對 我們中天新聞是非常優質的新聞 是啊 所以還被關在 對 因為雙標 你看 然後呢 我們常常什麼新聞都要提醒一下觀眾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提醒觀眾 提醒什麼 你告訴大家 因為 比如說 有些危險動作 真的非常危險 怕看電視的觀眾 去模仿 所以我們有一些警語 然後 被規範 這個 飲酒過量啦 吸煙有害身體啦 然後吃檳榔過量啦 那幾個字如果不上字的話 會怎麼樣 會被罰對不對 對 就是有人會 還有另外一個 有人會去檢舉我們 你看 然後這個 你看什麼節目戲劇效果 這也不行 這也要提醒 那上面網路謠言 偏方治療 都矮喔 我們為了觀眾 對 所以要提醒觀眾 你看人家旁邊 黑人問號都冒出來了 對 是的 還有很多不太能講喔 比方說我們新聞中還有哪些禁忌 這個也不行喔 有 因為自殺防治法 所以在自殺 對 預行撕一下好不好 自殺不能講 要講成什麼 對不對 只能講親生 只能講親生 對 來 那外勞的話是因為 有歧視 他有尊重的問題嘛 對不對 黑人也是歧視 要講黑衣 黑人要講非裔 這也是有尊重的問題 那因為英雅人也是NCC發函 要講聽障或是視障 好啦 NCC說不行啦 那這個呢 賣淫的話也是一些公民團體說 不要講賣淫有歧視 不講賣淫能講什麼啊 來看一下 性交易是OK的 喔 性交易是 還有大陸妹也不行 大陸妹也是歧視用語 只能講陸配 外配 是 這個都是美尬 所以博哥你給大家這個 下一個結論好了 我們在中天新聞看到的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新聞 我們為什麼會被關台 我們真的內控失靈嗎 都是你的錯 中天新聞沒有內控失靈 內控失靈的是NCC 說得好 直接地語道破 直接地語道破 對 拍手咧 對不對 內控失靈的是誰 NCC嘛 對啊 大家都知道 中天新聞給各位觀眾 現場的觀眾 跟網路上的觀眾 提供的都是優質新聞 對 好好笑喔 網友說你是博哥 那個博翅的博 你知道嗎 我覺得也蠻有道理的 是嗎 對啊 我的姓是 厚伯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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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知名度 打知名度 好 老伯你剛剛講下面一條要播什麼 我們讓博哥一起來幫我們播 我們這麼自身的大編神要播新聞耶 對 沒有馬上要跨年了 你知道嗎 今年的跨年非常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在台中有個立保樂園 這次呢可以說是豪氣的加碼 而且喔 它是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跨年的好幾場 12月31號 1月1號要連辦糧場 哇 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很想去齁 去台中 非常想去 對 好 博哥不再太好了 對 我們來看自己的報導 哇 真的難得的機會耶 好 歡慶跨年 但是對於這個中天新聞的員工來講呢 我們24小時 我們是一年365天都要有人留守 所以我的同事呢 有很多很多都沒有辦法回家 狂歡也好 吃跨年飯也好 甚至呢連這個自己的生日 恐怕都沒有辦法過 好 現在我旁邊 看到的是誰呢 來自我介紹一下 希望姐你好 我是SNG導播景慶年 SNG導播景慶年 SNG是什麼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要就是轉播車 對啊 我們看到大家連線 我們常看 記者連線 你好 為什麼可以連線看得到呢 他們又不是在攝影棚內 因為有SNG車對不對 大街小巷到處鑽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 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做SNG 做這個連線是一件 多麼恐怖的事情 僅近年曾經 曾經碰過很多九死一生 我們稍後請大家來談 但是呢 我們先來播一個袋子 那就是呢 我們在中部有 黑白雙島 不是黑白五常 黑白雙島 這兩個人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傳奇 你不認識他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們的故事 一起來看 我真的回憶真的很滿深刻 我總覺得能現在還活著 但是撿來了 今天動地的土石流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爆發 非常害怕 死定了 我那時候想說 趕快 開離那個土石流 往水裡的方向走 結果就困住了 早上快七點的時候 我接到 一通電話從 那個 南投信義那邊打來 是同業打來的 他說我們 我們的SNG車被 被沖走 被土石流沖走 掉到佐水溪 那我大概陸陸續打了 上百通電話都不通了 途中在我到那個 峻坑的時候 就遇到 土石流 前面路也斷了 然後電線桿都到了 當時我們前面還有一台 機捕車 有兩個人 然後突然那邊 兩個人就大喊說 金燥啊金燥啊 可是我那時候感覺 就整個 地都在搖 因為 可能 土石流爆發的時候 就是 石頭撞擊 有那種 震動的聲音 整個都是龍龍 龍龍叫的對 我們感覺好像 不知道發生什麼大事 因為我們車上也有配那個 V8 我們一個同事就開始在拍 拍拍拍 真的土石流 我沒有遇過土石流 在我面前發生的 那時候賀博颱風做土石流 我們沒看過啊 當時就發生在我們面前 真的感覺就是 石王就在我們 所以你們在上面鐵架 他掉了將近五六個小時吧 聽說你們還互相拍 拍遺照跟遺言 對 我們就 那時候就開玩笑說 我們就 手機互相錄一段那個 遺言吧 黑哥他們都處於一個四連的狀態 特拍那時候叫我說 看能不能 我們是不是能不能徵用一些民間的 民間吉普車 因為那時候都要救難為優先 可能沒想那麼多啦 就叫兩部幾部車 就一路往上 山上台 那路上才是 有些車上根本沒辦法過 甚至有時候要射水 我也不曉得那車到底下不下不去 但是因為 一直都聯絡不上黑哥 路都是斷的 對 只能到哪裡 啊 一樣啊 攝影機就揹著 那時候就keep low 一直錄 一邊錄一邊喊 就是看沿路有人進來 就看有沒有看到 黑哥他們的聲音 啊有農民 有那邊的當地民眾說 嘿 這樣 圖示了這麼快喔 要找那個人可能很困難啊 你自己看這樣 可能窮照也不一定 就很擔心啦 他們在風雨當中走了四個多小時 一臉疲憊 看到同事前來迎接也露不出任何笑容 都私裡逃生撿回一條命 但是老天爺要開著玩笑 還不止如此 拿了一捆繩子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 你用那捆繩子之後就 慢慢的 想說要脫困嘛 就 橫度那個 下去橫度稀有 然後 沿路這樣拉拉拉拉出來 警察他們說 這種等死的感覺 今天可是受夠了 不過路還是要走的 新聞也還是要跑 明天他們仍然會回到 這幾乎奪去他們生命的深山 繼續將最新的畫面 傳到每一部電視機前 總連新聞韓志欣 SNG小組 這麼危險還要往裡面跑 有意義嗎 新聞工作就是 長官交代嘛 我們想辦法把它做到好 我們也不知道會有發生任何危險 心情的感受就像親人一樣 只能夠說看到他們真好 將來 工作 要繼續考慮從事新聞方面嗎 我就常說 攝影記者 前一分鐘再參加喜事 可能後一分鐘再採訪上次 就是那種心情 就像洗上溫暖一樣 能夠看得到也很多 知道也很多 但是如果叫我 是不是要再重製的工作 如果我的體力各方面還允許我的話 我還是希望在媒體體懷懷上面 繼續努力 所以所有我們經歷過的事情 都算是美好的回憶 可以這麼說吧 可以了吧 小姐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報導 真的有被電到的感覺 要寫遺書在採訪的過程 那是個什麼樣的感覺 那就是一種 我覺得就是一種 新聞人的使命感吧 我們新聞常常報導很多災難嘛 我們甚至也曾經看到很多悲劇的現場 但是當自己成為那個災難的主角 成為那個可能悲劇的一個主角 你其中飄過的是什麼 我剛剛最動容的是 他接下來問了一句話 你以後還想從事這個工作嗎 他講 長官交代 我義無反顧 我新聞工作我就是要這樣 使命必打 對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SNG 其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傳送畫面 把最新的東西呈現給大家 就是最即時的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但是 因為我們SNG是不分 不像文字記者一樣 是有分黨政線 生活線 社會線 什麼區域 我們沒有 其實基本上裡面就是最可怕的 在哪裡就去哪裡 我是到哪邊就 因為誰知道下一刻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樣的大事 你去過哪裡我看一下 這些畫面也太可怕了吧 這個 對 我要稍微提一下 這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 新樂客颱風的時候 在中部嘛 對不對 是 這個畫面太經典了 一整棟飯店給它這樣垮下去 是 那時候你在哪裡 那時候我最記得 因為我們SNG就是 因為那時候整個路都攤了 然後整個我們SNG最多最多挺進 一直挺進 挺進到 就是一直跟著他們搶救隊伍 挺進到最後一個加油站 就是台十四線要往 和歡山的那條路 對 所以那時候在開車的過程 也不知道能不能進去嘛 其實我們就是 就是開到哪吹哪吹 旁邊都是碎石頭 要不然就是懸崖的路上 一路跟著那些砂石車啊 什麼怪手啊 一路一直挺進 挺進到不行了之後 我們的文字記者 我記得當時是任以方 然後攝影記者是陳一帆 那當時他們就是已經 沒辦法再繼續走的情況之下 對 直接用步行的 然後跟著搜救隊員 車進不去 他乾脆下來 對 直接穿著雨鞋 對 我記得記者就是背著採訪包 然後帶 那個時候還是類比時代 就是帶很大一顆電池 然後還要帶那個袋子 不是現在的記憶卡 那個記者是個女記者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新聞圈 有一句話呢 說女人當男人幼 男人當畜生幼 真的是超人幼 沒有辦法分辨這些啦 大家都是遺體 都是一個家人 還有這個 你08年這麼驚險 09年又來一次喔 09年那個時候也是很誇張 那時候我相信大家也都 對啊 台灣記憶的傷痛之一 88風災 莫拉克颱風 那個時候 據我們那時候當時 因為當時 莫拉克颱風 第一時間 大家都還不知道 叫小林村 這個是台東的精帥放電 那個是同一個時間發生的 然後小林村那個時候其實 據我那時候回來的同事有一些轉述 他說其實那時候他們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在 招混 然後其實他們一下車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整片 根本不知道哪裡是小林村 因為只剩下一間小小的房間 應該大家都有一點印象 小姐我特別想知道一下你自己的經歷 有沒有在哪一次在出行的時候 你碰到比較可怕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會是這個嗎 這個 天啊 這個真是一輩子難忘的事情 這剛好也會發生在我家那邊 真的 2003年人肉炸彈課 我記得這個新聞 黃金森 太恐怖了 他真的很恐怖 因為他當時就是 這個案情應該大家都曉得 可是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刑警就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不要過去 因為我們有離他 大概有50公尺遠 對 可是我們可以用攝影機的鏡頭 釣到他 他當時就已經坐在那邊 準備要引爆了 他就是大喊一些 等一下 請問你不怕嗎 可是因為我們 就是為了要拍攝他 要有這個最新鮮的鏡頭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幹什麼 對 真的不曉得 一切都在未知數啊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 頭低著然後在那個柵欄底下 你也沒有帶什麼防彈 都沒有 我們就在一個柵欄 像一個紐澤西後來後面 然後頭低著這樣子拍 然後拍他 然後可是 果不其然 我就看到刑警說 趕快跑 所以小姐你看 不管怎麼樣的災難新聞 事實上我們的記者 到第一線的時候 講實話 新聞混整個給它燒起來 對不對 沒錯燃燒 我一定要拍到不管怎樣 我們主管都會跟出去的記者講 命比較重要 沒有新聞比你的命重要 但是你們到了第一現場 好像就忘了對不對 沒錯 我們就是要把最新最即時的新聞 就馬上就呈現給大家 可是 可是 殊不知 那個炸彈殼 就在我們眼前 就 砰 那是我這一 就是 做了這麼久之後 那時候真的是 親眼看到 一個人就這樣灰飛煙滅 然後就 我真的是 驚訝 真的是灑在那邊 因為就是 砰很大聲 然後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親身經歷 因為你只會站在那邊 全部都灑住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因為可是 雖然距離很遠 可是就是被那個 聲音還有那個影像 給震懾到 整個就灑住 就 砰在那邊 你不要講別的 我今天聽小景講 我都覺得有點灑住的感覺 是 這就是 新聞記者的日常 這就是 SNG的日常 大家如果在新聞部呢 發現有一群人 長得特別黑 大概就是 就是SNG的 是 全台灣趴趴早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謝謝雙姐 繼續呢我們有個新聞 跟這個小景一起來看 就是南投縣呢 舉行了2020年的憲政 年終記者會 當然呢 年終記者會要公佈成績 這一年的成績相當不錯 特別是我們看到 這個茶葉博覽會呢 他把這個咖啡節也結合在一塊兒 總共創造了1.7億元的商機 好棒 南投縣長林明珍 帥團大跳廣場舞 為活動熱鬧揭幕 市場年終 縣府特別舉辦 2020年終記者會 最新觀光主題曲 也首度曝光 熱風雨和陽光 我們快樂的圈圓 活動上縣府也公佈 這一年來的觀光成果 像是茶葉博覽會 結合咖啡節 十天展期 創造72萬人次的人潮 銷售額更創新高 突破1.7億元 日月潭萬人度勇活動 也成功創下國內大型運動賽事的防疫新典範 南投縣 這個學生 我們還是繼續推動這個營養午餐 現在6年來 縣長1年大概要準備 4億的健衛點 小朋友來吃營養午餐 那麼已經 6年來已經 已經花了將近24億了 針對明年市政重點 林明珍強調觀光仍然是主力 另外還有充實緊急醫療 萊豬零檢測等政策 目標要讓縣民有錢賺 也要兼顧安全 解曾偉翔南投報導 好 歡迎在新聞現場 大家發現我旁邊的風景很不一樣 繼續是我們的主播張雅婷 歡迎雅婷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的女神級的主播 她的粉絲超多的 今天我又來蹭一下 這個雅婷的熱度 沒有 是我來蹭熱度 來蹭熱度 好 雅婷我們先分享一下 這個網友的留言 好運到說挺中天 中天加油加油 對 SNG偉大 Jesse講的SNG偉大 還有這個水雕 告訴我們中天加油 越錯越有 我們會的 你放心 我們會硬起來 對 膽固醇 秀芳加油 雅婷加油 都叫得出名字 字也都沒有寫錯 還有郭子山說 愛我們一萬年 我們也愛你一萬年 對 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為什麼要找雅婷呢 因為我跟雅婷說實話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好姐妹 但是我們在辦公室太忙了 能夠真的這樣坐在一塊聊天時間也不多 但是我發現我們兩個有個很奇怪的共同點 好像有點 感覺應該是一件好事 可是結果其實並不是 對 來來 我們今天做一個手板 我們的共同點就是 我們都曾經掰咖過的日子 我們都有掰咖上班的經驗 對 對 講一下你的為什麼掰咖 我會看到這個應該 這是歷史有點悠久了 當天我要上班的時候 我越出門趕著上班 我就從樓梯上摔下去 當場跪在地上痛到起不來整個腳是對折的 對 而且我在樓梯間 因為我們家沒有電梯 所以我站起來之後 我就慢慢的一搏一搏下來 而且我那天是波舞間 對 我就想說假日如果我突然請假的話 會造成大家困擾 也怕會找不到主播來代班 所以我就還是撐著 然後到公司 但是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看 我跟你講 台下有很多媽媽的心情 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掰咖 你還要去上班 為什麼不在家休息 你們公司是沒有人 你們公司為什麼那麼壞呢 不行 我們就是對有使命感 這是你的問題 不是公司的問題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摔下去 我完全能夠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也看到 我也掰咖嘛 對 廚房主播 大家有看到 尤其是今天我非常敬佩 我們那天秋豆嘛 上去 然後我還走完全程 沒錯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全程 我本來說我走一半 但是我想說 我都走一半了 我為什麼不走完呢 對 一開始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說 廚房主播要不要休息一下 因為就很擔心 而且也怕別人再踩到你再二度受傷 我跟你講齁 我是怎麼受傷的 我在家裡面不小心踢到門檻 然後我的那個小指呢 就整個歪掉 就整個骨折 但是因為已經半夜了 半夜 我想說要看醫生很麻煩 而且我頭髮是濕的 穿了睡衣 我還要換衣服 我指頭這樣子 我也沒有辦法穿上鞋 你知道嗎 我就自己 掰回來 馬上變成自己就變成一個醫生 以後我們有事情 自己掰回來 殘一殘 欸 這樣子也可以好耶 所以萬一下次不小心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免費 免費免費 掰回來 好啦 錯誤示範啦 千萬不要學 但是雅婷 我發現喔 這就是我們新聞人的精神 對不對 沒錯 就是說 通常我不知道 也許我是誤解 可能你一般女生嘛 尤其像你長那麼漂亮 掰開了 唉唷 我好可憐喔 唉唷 然後哭一下 什麼之類的 沒有 我們那一刻 我們都不覺得痛 對不對 對 就整個就是像 是神經有點遲鈍嗎 神經有點大條 妳在懷疑我是不是恐龍嗎 就是像秀方剛剛主播講的 就是我們的腎上性術 就立刻燒起來 對 我現在想就 我把這個骨折的腳趾頭 掰回來的時候 我跟同事講 我身的聽材都超痛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妳 妳應該也會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更痛苦 因為我那時候來到這邊 要上這個階梯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現場有階梯嘛 我站在那邊 我就沒有辦法動 因為我上不來 除了掰開之外 還有沒有在 生病也上班的經驗 像我自己就有一次 因為我新聞是兩個小時 有一次我 剛開始播新聞的時候 就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 後來越來越不舒服 但是因為妳覺得 快要播完了嘛 所以妳就撐下去 到最後的時候 真的是 只要鏡頭回到我就這樣子 鏡頭沒有我 我就這樣子 結果後來 我這個播完之後 我就直衝直檢式 那時候我已經燒到40度了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發燒 因為妳懂 妳一定懂 對不對 就是妳一定會撐住 一定撐住 就是腎上腺素的感覺 然後等到結束之後 整個人就虛脫了 妳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 就是也是很不舒服 或者是很常遇到 就是肚子不舒服很可怕 對 中間都沒有管 看我沒有辦法 妳就坐著 站著都不是 尤其是腸胃不舒服的時候 就覺得很害怕 那或者是像我肝也很嚴重 我們播報戴隱形眼鏡嘛 所以我好幾次都眼睛 都是報血絲 然後隱形眼鏡整個移到旁邊 移位了 都沒有辦法看 我就很擔心 觀眾會看到我雙筒 對 因為它整個眼睛都歪掉了 這樣 我們要擔心的事情太多了 現在吃飯時間 其實妳會很擔心萊豬 我真的很擔心萊豬 非常擔心 我絕對不吃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吃到的事 所以很氣啊 妳不覺得嗎 對 因為像現在 大家到菜市場去買 就覺得 我就是買到新鮮的溫體豬 但是未來怎麼辦 所以妳不覺得 這是人民最最最卑微的要求 好吧 那妳就進吧 但是我不吃 所以妳不要清楚嘛 讓我可以選擇嘛 對 有選擇的權利吧 但是我們的中央不肯 怎麼辦呢 現在各縣市只好自救 我們來看看台北市怎麼做 距離萊豬進口已經剩不到一個月 但眼看中央提出的配套 還是無法平息廣大疑慮 如今地方政府只能先拼自救 各縣市政府都在自保 那對我們來說也是 我們中央不處理的話 就是我們只能求自保 那1月1號其實就會是一個 天下大亂的局面 台北市先出招抛五方案 包括中央應赴美茶廠 國內進口商需要取得產地出口商 獨宰且萊劑停藥或不含萊劑的聲明文件 且進口豬應逐批查驗公布 殘留量也得比照CODES標準 最重要一點含萊劑豬肉 應有獨立貨號以便分辨 把未檢出跟未使用 這兩種應該合成一個叫做 不含萊劑的標示 我們希望它能用專區管理 民間他要自主怎麼標示這個部分 那政府不會干涉 有來記沒來記 要讓民眾清清楚楚 經濟部推給業者自己標 眼看地方再度喊話 加上連續民調反彈 蘇貞昌聲量一次比一次下滑 還成了Yahoo奇摩2020年度回顧 十大新聞人物敬陪莫作的第十名 行政院態度似乎也趨於軟化 完整的傾聽收集 那麼謙卑的來面對 應該是全國有統一的標準 才不會這個亂的套 還是堅持要統一 但這回加碼強調要謙卑 面對萊豬進口 中央地方持續各走各的路 而過招角力還是沒停 天啊 鏡頭還沒有回來 台下都已經瘋狂了 怎樣 佑正加油 男神來了 嗨 大家好 秀邦姐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佑正哥 謝謝啊 折壽 折壽 以折壽 我今天一定要來蹭一下 佑正真的是人氣超高 這樣蹭一下流量就會增加很多 沒有沒有 謝謝大家 謝謝秀邦姐 謝謝這個 所有的現場的好朋友 也謝謝中天新聞 對 你知道嗎 我們每次的網友留言 不管是哪一集 都會冒出佑正這兩個字 真的嗎 對啊 你無所不在 好 陰魂不散 這樣實在太不給其他的主播同人面子了 不會啦 我們都想你啦 看到你也很高興 來 我也想大家 坐下坐下 你看 今天喔 我們為了你準備這麼聰明 別的主播來都沒有吃的 只有佑正來有吃的 這是迪咖 對啊 這是 豬尾啦 豬尾喔 豬尾巴是不是 有腳有尾這樣子 那怎麼沒有準備吃了會變聰明的那個 你夠聰明了啦 吃了會變聰明 體力超讚的豬膽膽喔 沒有準備是不是 但是 但是現在趕快吃啦 因為1月1號以後 怎樣 對 所以今天來這邊也是很有意義啦 因為 明天 就是中天要邁入新的里程碑 那我很榮幸可以跟秀芳姐 在前一天 一起跟觀眾朋友見面 那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現場準備這個 哇 第一咖 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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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豬尾 因為明年開始 可能大家會不太敢吃這一些 應該是代表台灣特色美食的好東西 這個萊豬的議題 跟觀眾天的議題 都讓大家很憤怒 對啊 對不對 嗯 那你是受害者 我是受害者 這個 我們都 對不起 我要幫大家問一下 啊 佑正你失業了嗎 沒有失業啦 沒有失業嘛 對 你是被中天打壓嗎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那有人欺負你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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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被打壓但不是中天 我有被欺負但也絕對不是中天 黑什麼人 佛蒂摩不能說出來的名字 不能說出來的名字 要不然又來了對不對 沒有我覺得 就像秀芳你說的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要找一些正面的意義啦 跟正面的價值 對 沒錯 這個撤照關台 王佑正離開 可能對你們來說很傷心很生氣 但它是無可避免無可挽回的 所以你應該在王佑正離開 生喉嚨沒了 然後中天撤照裡面去找到 能夠鼓勵自己往前走的 意義跟價值 所以對你來講 那個意義跟價值是什麼 我們前進新媒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里程碑 浴火才能重生 我講好幾次了 一定要經過浴火的這個歷練 我們才能夠往前走進那一大步 你看 你看 我要吃胃了 現在全部都是佑正加油好不好 有啦 佑正秀芳加油 拜託 也寫下秀芳啦 對 有啦 有秀芳姐 真的很帥 有沒有 膽固醇 秀芳的生意 還有 還有 唉呦 太快了 都來不及看 佑正 讚讚讚 秀芳姐加油 女神 王子加油 王子耶 我今天有像嗎 我今天穿得這麼休閒 中天加油 佑正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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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也謝謝這個 中天 謝謝休閒姐 還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所以佑正 我們還在52頻道 剩下30個小時 你會覺得 嗯 這個感覺像有點無味雜陳 我相信我在中天經歷過的事情 嗯 跑過了採訪 中天你要不要先吃一點啊 來來來 我幫休閒姐準備一下好了 因為我跟你說齁 我們的中天同仁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們 平常這個時間 肯定是連飯都還沒吃的 對 我們不管是外面的攝影 棚內的攝影 秀芳姐本人 我們的AD 導播 後製 副控 沒有人在這個時間是有飯吃的 一定都是 努力把所有的新聞 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以後 他們才有可能 坐下來吃東西 幫我們的這個 呃 所有的新聞團隊鼓掌一下好不好 現場觀眾朋友 好 要幫 要幫大家鼓掌一下 多給大家一些鼓勵 就這樣啦 麥克風都交給你 那我來吃好了 對對對 秀芳姐來吃一下 吃播我們今天 那你要先接那個麥克風 然後要有這種 這個就交給你了 我要維持優雅 好 秀芳姐來吃 好 那剛剛秀芳姐其實問到說 對中天的回憶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講出很多事情的人 我在中天經歷過的 我隨便用手指算一算啦 不要講說跟馬總統出訪 我總共跟他出訪了十次 九次在中天 有九次在中天 所以很多已經不是邦交國的國家 我都去過 還去過兩次 這一個 然後我因為中天的長官信任我 所以派我去北韓採訪 然後我去過圍貫大樓 宥正是一位非常非常傑出的一位這個記者 在這個中天期間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宥正的名字 我們就知道這絕對是一條好新聞 後來呢 你就轉當這個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對 我們看到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吸引非常非常多這個粉絲的關注 現在人氣也很高 但是我想問你 成也政治 似乎回也政治 最後你就是砰的一下 這個排山倒海而來嗎 我為什麼要直接問這個問題 因為網友太想知道了 你知道嗎 沒問題啊 這個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難回答的問題 我覺得在當時 就是我要離開中天的時候 那你說會不會很委屈 會不會有點生氣 我必須承認都有 但其實更多的是不捨 捨不得中天的好朋友 像秀芳姐 我進來中天 最照顧我的人就是秀芳姐 真的 我那時候主播辦公室要清理的時候 你知道我這個人很爛爛 那我因為主持節目 我沒有坐在辦公室裡面了 秀芳姐還請其他同仁幫我清理 這句話呢 敲持我的薪酬 薪酬 舊恨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們哪天去拍一下 他現在沒有了 你知道他辦公室 我現在辦公室的整齊 整個堆的這樣 完全看不到人 結果他因為要這個 換職位嘛 結果我們給他另外一個桌子 欸 你的桌子是我去擦的呢 你知道嗎 我拿抹布去擦你的桌子啊 來來來來 吃吃吃 吃豬尾巴好不好 來來來吃豬尾巴 真的 這個 為秀芳姐吃豬尾巴 代表我的這個歉意啦 所以秀芳姐很疼我 非常非常疼我 這個就是我們的革命感情 對 說實話一輩子的革命感情 這不可能忘記的 所以我不可能有那種情緒去怪中天 或是中天的哪一個長官 中天那麼愛你 對這是不會發生的 對好 所以以後我們要在哪裡看到又這樣 在哪裡看到秀芳 在YouTube上面 在網路上面 正常發揮 你現在很正常嗎 我現在很正常 你以前不正常 有一段時間不正常 好啦 以為乖一點就沒事了 所以以後我們都可以正常 都正常 以後秀芳姐 你現在就是正常發揮啊 你以前是有可能拿這個這樣子 我突然忘記 本心斃漏 現在就是正常發揮 我覺得這就是新媒體的好處 也是我們應該要適應 學習成長的地方 這就是正面的意義跟價值啊 對不對 我相信沒有問題的啦 謝謝佑正 所以以後我去蹭你 你來蹭我 我們互相 好不好 常常來看我們的節目 常常來看我們的新聞 大家趕快訂閱中天新聞 也要訂閱正常發揮 還有我們所有主播 所有主播的個人YouTube 或是粉絲團 大家都一定要去訂閱 我們在網路上見 好不好 謝謝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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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聲了 加油 佑正我愛你 謝謝大家 謝謝 佑正 謝謝